说起周迅来,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位可谓是惊艳了不少的影后,表演灵气,又让人感动。 如一传,可谓让人们再次看见了周迅的魅力,在剧中的台词和表情,更是可以称得上是风神。 但是周迅也因为跟前夫离婚后,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但是,可能是因为上段婚姻的失败,周迅很显然,这次在对待感情上,更加地小心翼翼, 即使被拍到了也主动宣布,可能也是想先让家里见过,才在公众媒体面前表现出来吧。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周迅被媒体拍到,他带着卓越回自己的老家见家长了,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真的可谓是让不少网友随之热议。 当天的周迅打扮很是低调,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身上背着应该是某种乐器, 现身在自己父母居住的小区,身旁带着卓越,养人相识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二》, 可能是周迅被卓越身上的那种音乐人的气息所吸引吧。 这次周迅带着卓越回家见家长,应该不光是一起吃了饭, 更是被拍到了周迅和卓越陪着周复在河边散步。 但是好像这次的会面并不怎么愉快,因为在河边的时候,周迅跟周复站在那热聊, 周复说到某个时候,还激动地拿出自己的手来笔划,周迅则是一只手背在身后,跟自己的父亲沟通着什么。 但是卓越站在旁边,就在玩手机,而且距离上看站得离周迅和周复有些远, 并没有透露出要跟周迅和周复交谈的意思。 在随后,周迅和周复聊完之后,卓越这个男方双手插兜,走在了周迅和周复的前面, 而且还落了走在中间的周迅一段距离,从动图来看更是走得很快, 完全不理被他甩在身后的周迅和周复。 卓越双手插兜,还快走的样子,再结合他之前一直在玩手机的图片, 疑似这场交谈并不怎么融洽,而且卓越回头看周迅这一眼, 让人感觉他对某些事情不悦,面上更是没什么表情。 本身周迅带着卓越见家长,饭后去河边散步, 应该是要给他和周复一个沟通的机会, 但是男方貌似一直在玩手机,拒不交流, 还在离开的时候双手插兜,快步走在周复的前面, 更是疑似面露不悦,回头狠狠地瞪了周迅一眼。 更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男方卓越真的够邋遢,竟然还没刮胡子。 谁不知道,刮了胡子会显得人精神一些, 而且这种见家长的场合,自然也是要精心准备的, 但是卓越不光,随便穿了一身衣服,甚至连胡子都没刮, 这未免有点太不尊重人了吧。 于是,男方卓越就遭到了网友的嘲讽, 说他还不如周复,整体的打扮上还不如周复精神。 就这个途中,除了周迅在中间能认出来, 男方卓越这身打扮,再加上邋遢到连胡子都没刮, 跟周复站在一起,估计说是周复的老大哥都有人信, 难怪男方卓越会遭到网友的嘲讽, 说起还不如周复呢。 你们对男方卓越这次被拍到见周迅父母的状态怎么看? 周迅和绯闻男友卓越再次被狗仔拍到, 这次两人是一起去见周迅的父母, 坊间纷纷猜测,难道两人好事尽了? 从狗仔拍到的照片看, 卓越开车带着周迅和他的家人一起到河岸散步, 也正是这一幕被狗仔的镜头捕捉到。 虽然周迅和卓越都一直没有就两人的绯闻做出回应, 然而因为多次被拍到亲密同行, 而且两人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基本可以实锤两人的关系。 周迅比卓越大了整整13岁,妥妥的姐弟恋。 这次两人见家长, 氛围相当不错, 双方有说有笑。 期间,周迅一直挽着卓越的手臂, 两人感情十分要好。 早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被拍到一起, 回到周迅的老家徐州, 从时间上看, 两人疑似一直都待在周迅的老家, 这次和周迅的父母相聚被拍到。 然而,按照时间线看, 他们应该一早就见过了, 说不定还一起过年了。 周迅的感情很难保密, 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比起其他明星, 周迅要保密自己的行程有点困难,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特别, 一般人只要听一次就能认出来。 一月份那次, 周迅和卓越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去奶茶店, 因为是由周迅负责点单, 服务员一听就认出来了他的声音。 而他和卓越在奶茶店里的表现也全程被监控拍下, 卓越的样子拍得很清晰, 也是因为这次意外曝光, 让两人的感情近乎实锤。 摇滚姐姐对摇滚男孩情有独重。 卓越是摇滚乐队马赛克的创始人之一, 从小就极具音乐才华, 因为乐队的夏天那档节目, 也让这支乐队火了。 不过, 在一般大众的眼里, 摇滚乐手都不太靠谱, 比如, 郑军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过, 自己最开始火的时候, 身边的女孩树也数不过来, 每天都夜夜升歌。 周迅之前就和窦维的弟弟窦鹏谈过恋爱, 和音乐浪人朴树也有过一段交往, 不过都没有遇到良人。 这次又爱上摇滚乐手, 看来他对摇滚乐手真的没什么抵挡力。 不少网友疑惑, 周迅为什么对摇滚乐手情有独钟呢? 那是因为周迅曾经也是玩摇滚的, 在做演员之前, 周迅就是货真价实的摇滚乐队主唱。 姐弟恋爱情容易, 婚姻不易, 对于这次周迅带卓越见父母, 期间卓越的表现也引起了坊间热议。 不少网友发现, 虽然几人还算融洽, 但是卓越明显像个孩子, 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玩手机, 都是周迅在陪自己的父母聊天。 另外, 也有人爆料, 说周迅的父母对卓越的态度属于比较客气的那种, 似乎并不觉得这个大男孩能对自己的女儿幸福负责。 周迅的父母要过, 卓越的父母那官估计也不容易。 并不是说周迅不好, 而是作为男方父母的, 一般谈到婚姻问题, 肯定就会落入俗套, 比如周迅的年龄, 比如生育问题等等。 虽然大家纷纷猜测, 周迅和卓越是不是要结成连理, 但是, 个人还是不那么看好, 这样的感情维持在爱情状态可能很美好, 一旦谈婚论嫁, 要面对的世俗烦恼太多了。 和周迅同龄的林志玲就是前车之鉴, 林志玲和周迅一样, 都是47岁, 两年前远嫁日本。 结果从林志玲官宣结婚开始, 舆论似乎就没有放过她, 始终就这大龄新娘的生育问题不放。 一会儿报道说, 林志玲因为未能怀孕, 被男方家庭冷漠对待。 一会儿又说, 林志玲遭受家暴。 现在, 林志玲官宣自己生娃了, 不仅仅得到很少的祝福, 反而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讨伐, 不少媒体开始质疑她的生产方式。 类似的情况, 还有39岁的林依晨, 结婚八年都没有生娃, 同样被媒体各种报道, 直到最后成功生娃, 舆论才消停了下来。 所以, 周迅如果这个年龄步入婚姻殿堂, 还找一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 他自己也许可以我行我素, 但是, 他周遭的人估计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全都是事。 不过不管如何, 还是希望周迅好好的, 也许他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也未必。 2月18日, 八卦媒体拍到卓越驾车 带大家出门散步, 没过多久便原路返回, 路上卓越偶尔加入周迅与爸爸聊天。 当看到画面后, 网友说, 原来, 卓越看起来很紧张, 几人出门的时候, 他一直表现勤快, 主动搬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但是, 话不多, 看起来特别乖巧。 2月18日, 有网友评论说, 卓越是以为多才多艺的实力音乐人, 每一个酷爱音乐的人都有一个火热跳动的心, 都是比较有浪漫情操, 周迅喜欢这样的人。 作为影视圈的一线明星, 周迅, 带小13岁的卓越回家见父母, 他们牵手的画面让人感觉有点甜, 而素来在感情里坦坦荡荡的周迅, 这次的恋情也被认为其择偶的审美, 回到了一如既往的品位, 看来他对于音乐人还是无法抗拒。 2月18日, 网友评论, 卓越和周迅传出恋情, 可能也会有人质疑, 34岁的卓越凭什么会爱上47岁的周迅? 他们事业也是女强男弱, 卓越难道是想借助周迅的名气走红? 其实, 这些声音很多, 但他们如果真爱, 就不会在乎这样的声音, 因为生活是自己过, 而不是过给别人看, 所以如果是真爱, 周迅和卓越会走得长久一点。